今天上午大台北地区造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停电 有30.5万户的用户停电 造成用户的不便 台电公司先表示最深层的歉意 今天早上9点42分 台电的台北电电所的5号配电变压器 因为设备故障 造成了绝缘油燃烧 是绝缘油 那个下面并没有油库 燃烧所产生的浓烟 造成其他设备的绝缘不良 因此陆续有161KB的变压器 跟69KB的变压器跳脱 才造成了这一次的大规模停电 台电公司在停电事故发生后 就立刻动员了超过百名人力进行抢修 首先先在15分钟之内 恢复了9成的转供供电 接着陆陆续续 还有停电户复电 最后在下午的13点07分 全部恢复供电 那在停电的过程当中 因为停电的规模大 有各种不同的猜测 台电公司在这边会陆续做一个说明 首先有讲到说 这次停电事故 是不是因为电源不足 或者是因为降压的因素 这点请我们台电公司的 无尽忠 无处长 调度处来做一个说明 今天我们台电公司预估的 尖峰倍转容量 倍转容量率会高达12.63% 在事故发生前 我们系统的供电力度也高达37% 那近期也没有一个调降电压的情况发生 大家再质疑长期降压运转这个事情 基本上国内学者在讲 这个适度的调降电压是有助于这个节省用电 那么我们晓得 我们最耗电的设备主要就是空调设备 我们家里的冷气 目前效能最高就是变频的冷气 那我们大楼的一个空调系统 它的冰水主机 效率最高的就是变压变频式的 这样的一个冰水主机 所以台电公司维持系统的稳定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会时时刻刻来确保 系统的电压稳定跟安全 因为它是一个高压的电电所 所以它今天才会造成30.5万户的停电 那这个超高压变 这个一次变电所 我们这个配电变压器 理论上来讲 一个变压器故障 它不应该造成30.5万户 它今天是因为这个变压器 因为它的高温造成我们的节省油 高温的问题产生燃烧 燃烧的时候 它会有浓烟 浓烟造成我们这两个汇流牌 造成我们的这个 这个三个 断路开关器跳脱 所以影响到我们69KV 然后造成下有一连串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这个停电的事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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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